2011年6月12日 福建省龙岩地区遭遇陆下以来的第一场特大暴雨 在这次持续24小时的特大暴雨中 整个龙岩地区降雨最多的地方出现在坎市镇 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暴雨在坎市镇引发了一场灾难 突如其来的身体滑坡瞬间通过了山脚下安堂内的人们 一场生死大营救迅速展开 在2011年6月初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就出现了连绵不断的小雨天气 由于距离海洋较近 受台风影响 这里每年6月就进入了雨水较多的季节 台风对我们的影响也是还是比较大的 主要是带来建水 对于6月多雨的天气当地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在永定县坎市镇正在修建双永高速的工人们 在几年前就来到了这里 他们依然像往年一样安忍地面对着雨水连绵的天气 不过在当地气象部门看来 天气预报的工作却不能有半点松懈 龙岩气象局从6月初就开始比往常更为紧张的全天候气象监测 一个多星期后异常的情况 一下子让龙岩气象工作者紧张万分 2011年6月11日早晨6点45分 热带风暴沙里加在广东汕头登陆 这是2011年第三号热带风暴 也是2011年登陆我国的第一个热带风暴 受其影响 广东东部海面和越东沿海地区 出现了7至9级大风 越东沿海视线更是出现了特大暴雨 仅仅不到四个小时 热带风暴沙里加进入福建 根据预报路径图显示 风暴中心正在快速向福建西南部的龙岩移动 对我们第三号热带风暴沙里加的影响麻烦 我们1812号是部分有大一道暴雨 眼看沙里加直扑龙岩而来 龙岩气象部门立即发布气象预警 并全程跟踪监控热带风暴的动向 直到这一天下午14时 热带风暴沙里加进入龙岩地区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沙里加此时已减弱为六代地亚 一个小时后进一步减弱为比起亚 我们认为就是说 溅水不会那么大了 肉带风暴减弱后 龙岩的大部分地区都只是出现了小雨的天气 看着窗外的情景 卢宝华放心不少 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傍晚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你看它发展又发展了 你看又加强了又加强了 红色的就加强了 原来在热带风暴沙里加减弱之后不久 龙岩上空又出现了新的降雨云带 也就是说 此时的龙岩上空已经有了两个降雨云带 两个跌下的话 它整个系统形成的这个强度就会变强 随着新的降雨云带出现 本来简陆的降雨又增强了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 龙岩气象部门动员所有人员 密切监测两个降雨云带的变化 当天晚上九点多钟 情况进一步恶化 我们相关的天气图上是很难 就是发现它有那么强 强度有那么强 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切片系统 但真正是应该说还是在雷达回波 雷达回波就进一步加强了 加强了 那我们就及时向黄金种子部 做出预测预报 再过三小时以内有20到30毫米的雨量 几步有超过30到50 夹住龙岩市永定县坎石镇 田新村的刘富贵清楚地记得 当天晚上下雨时的情景 雨时下来很大 那天的时候天很暗的 然后没一下子的话就打打的 雷打了马上雨下来 刮风 风雨大一刮风雨 然后雨就满了下来了 生活了七八十岁的人 就说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水 暴风雨来临之后 龙岩市气象区马上启动应急预案 而罗宝华则一直紧盯着雷达回波 密切关注着随时发生的变化 现在就快到11点了 然后你看是11点12点 然后还是一直有过来 但它当次的这种总体 就是说虽然有些傻 但是它一直一直有过来 你看它一直有过来 那时候的雨量应该是 有部分的这个雨量 达到这个大雨的暴雨的这个连击来 凌晨2点08分手 还向政府通报了天气的情况 说这个强降水会维持在我线 12日早上暴雨一直没有停止 根据统计 从6月11日晚上8点钟 到12日晚上8点 龙岩浦将中到大阵雨或雷阵雨 局部乡镇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而主要降雨集中在永定县 我们50到100的机制动站 一样有9个 那100到200的有12个 超过200的有2个 那以坎士226毫米为最大 226毫米意味着永定县境内 爆发了特大暴雨 更加令人感到担忧的是 在特大暴雨来临之前 永定地区还出现了持续时间长达 近20个小时的降雨天气 对于从事气象工作数十年的 罗宝华来说 内心的忧虑尤为宁度 典型的商区丘陵这个地形地貌 在这种地形地貌的条件下的话 就是说地质灾害很容易发生 比如像伤体滑坡 小的泥石流 或者说局部的洪浪 这种地质灾害会比较容易发生 早上九点暴雨依然没有停歇 而此时的龙岩市气象局里 也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根据这种天气形势的分析 应该是在上午这个建水 还是在继续维持 那我们这边就会上了以后 就及时启动南京预案 要求大家都救各位吧 第一个就是说 电话向县领导报告 第二个传真给防信总指挥部 传真给防信办 这个国土机 电视台 就是说 还有包括疫情短信 雷电一起信号 我们都有在发布 与气象专家的紧张相比 双涌高速公路工地上的工人们 却显得轻松了许多 暴雨造成工地无法施工 对于处则紧张而漫长的施工期的工人们来说 这是难得的 可以休息的机会 我们俩没事做 就是说上去看看电视 我就一直在那边忙来忙去 我说没事去进去看电视 我没事去 这边干了那么长得是有点舒适 这天上午 工人周雪金便和另外一名工友姚云华 离开他们平常居住的上老安 来到位于他们上方的一个煤矿看电视 刘柱文 土生土长的闽西人 他是这个煤矿的老板 由于煤矿里正在修建的双涌高速较劲 所以和周雪金他们也比较熟悉 就是两个人到这边 一个在这边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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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让周雪金和姚云华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刚刚坐下不久 外面就传来急咒的呼喊声 刘柱文所说的坍塌的安堂 正是周雪金等工人 居住的盛老安 这是一个坐落于一处山坡下的小安堂 双涌高速开工后 他就成了工人们临时的宿舍 居阳东生介绍 当初他的工友周雪金他们 就是看中了盛老安背后的植被比较好 而且房屋皆是才决定搬到这里来的 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看似安全的安堂 怎么就突然坍塌了呢 但此时他们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 从刘柱文口中得知安堂坍塌的消息后 他们马上冲往了事发地点 我也顾不了那什么水 就一直冲下去 看就看到底情况怎么样 原来在周雪金他们俩从安堂出来时 里面还有七名工友在休息 而且他们都是老乡 紧紧转眼之间 突然坍塌的安堂 一下子令朝夕相处的工友生死不至 而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周雪金和姚云华陷入生死两茫然的境地 他们连同闻讯赶来的老乡 焦急地想着办法 把电话电话关机 如果上线了现在他们回来了两点钟了 还差七个人不见了 然后就他们知道 还有七个人是压在底下去的 人们的焦急和悲痛阻止不住 依然在继续瓢泼的暴雨 在坍塌的安堂周边 周雪金和老乡们查看着 是否有营救被困工人的可能 倘若七名工人在事发当时 全部在安堂内 全部在安堂内 他们能否迅速逃出 而在事发周边 人们反复查找之后 没有发现一名逃出的工人 如此一来 七名工友 全部被坍塌的安堂困住 他们能否躲过极难 等到外来救援难 暴雨之中安堂坍塌 七人生死未步 悲痛之中的工友 能否等来生命的奇迹 紧急救援 困难重重 性命攸关之际 生死营救 又将如何展开 正当周雪金等人 为营救被困的工友 手足无措的时候 住在安堂附近的刘福贵 被刚刚所目睹的景象震惊了 当时在家休息的刘福贵 突然感到地面震动了一下 紧接着传来一声巨像 听到声音 踏下来就马上跑出去 整座上一下全部踏下 展现在刘福贵眼前的 是安堂上方的身体 正在往下滑动 一下子将安堂砸垮 并且掩埋了 刘福贵从远处看见了身体 往下滑动 砸垮安堂的全过程 与此同时 住在安堂附近不足十米的高炳福老人 则是近距离看到了安堂 被砸垮的惨烈情景 当时我就站在那边 只想叫 去画一下 没了 看见了 然后马上报警 一报警又来了很多人 用锄头啊 爬子什么东西啊 一个个人 把他挖开来 此时 龙岩消防支队在接到 刘福贵的报警后 迅速调集三个中队 七辆消防车 五十名官兵 立即出动 向砍石阵 灾害现场进发 一场紧急的抢险救援工作 迅速展开 然而 田有不错风云 就在消防队员们 赶往救援现场的途中 以外发生了 路面都有什么 身体滑坡 洪水啊 当时交通补塞啊 什么的 不好走路 由于山洪夹杂着泥土 树木等杂物 致使所有车辆都无法通行 而到达救援现场 还有将近二十公里的路程 为了就是 把这个 最快赶到现场 我们一直在收通 就是让其他的车辆 让开我们的重型车过去 经过一个小时的 艰难跋涉后 消防官兵们到达 砍石阵救援现场的下方 但是另一道难题 又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它的现场是 跟底下的跟路啊 是离开有一段间 它是属于在山脚 山边的 它那个 那个桥子冲掉了 冲掉就过不来了 我们下车之后 带一些我们的 那个雷达生命探测仪 跟蛇眼生命探测仪 跟一些钢筋数段器 等破砕工具 然后徒步 徒步行进了 大概五百米左右吧 此时消防官兵们 终于赶到了救援现场 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搜寻废墟下的被埋人员 到了现场 第一时间就是说 它大概的位置 我们也雷达生命探测仪 去测 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因为它是泥土 不像什么砖结构什么的 有点分析什么 泥土它一点点分析都没有 由于安堂建在高速公路通过的山脚下 因此 当滑坡发生时 安堂背后那高约30米 宽约20笔 厚度约10米左右的山体 整体向下滑落 由于山市陡峭滑落速度很快 土层架杂的树木石块 一拥而下 使得这座原本两宗的建筑物 被6000立方米的土石砸垮 掩埋 面对这样的情况 剧原队只能让大型机械 先把覆盖在废坑上的 大量泥土清理出来 然后再进行搜紧 面就有那个高速公众 上那个高车产车就来了 国际已经把四周 已经清开了部分 但是人员还没有了 就是它是根据那个 现场人员反馈 实际7个人在里面 希望就是说 早点把他们抢救出来 看他们 尽早地得到抢救 时间在救援中一点点流逝 被埋工人生还的可能性 也越来越小 这座安堂是解放前建造的 属于土木结构 当房屋被滑落的山体 瞬间冲塌 被掩埋得结结实实 房子的船木 砖头与山石 泥土混为一体 被埋人员 神险泥沙之中 呼吸十分困难 并且被重物压住 再加上随着暴雨不断 往下滑落的泥土 被埋人员的生命 都危在淡气 这种雨水的泥巴 慢慢往下流 泥泥下来 把里面的空气 它就走得非常实 我们挖点流 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 救援官兵不抛弃 不放弃 片刻不停地用生命探测仪 搜寻着生命的迹象 我们探测的过程中 有发现过危险的迹象 因为它很快就没了 我们就觉得动作赶紧快一点 虽然说很快就没了 但是我们也觉得 人肯定是在这个位置 时间很快来到 6月12号的中午 救援队员依然没有放弃寻找 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左右 把在现场中 能够探索的地方 我都有探索一遍 结果是一无所获 暴雨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虽然救援队 拒认了废墟以下 没有生命迹象 但是他们还在继续寻找 被美人员的遗体 持续不断的暴雨 给搜救工作 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泥巴非常难探 一个它里面掺杂的 部分的混凝土 因为当时有下雨 旁边的山体 陆续还会划一些小石头 什么下来 由于在灾害现场的 围观群众较多 为了保证救援人员 和村民们的安全 防止暴雨引发山体 再次滑落 龙岩和永定 两级气象部门 及时启动了灾害性天气的 专享气象服务 我们知道这个 有灾情以后 我们就是加强 跟四线之间的会商 然后加密划布我们的疫报 尤其是向县领导 向县防信 中指的报告 暴雨在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 已经慢慢地变小了 但是通过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 雨季六个小时后 这里还将会有一场大的降雨过程 如果不能在大雨到来之前 完成搜救工作 后续工作将变得举步违健 救援队 救援队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再次加快了救援速度 下午两点 救援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看到被控转到心里面很激动 想把它赶紧挖出来 但是挖出来之后 一看 人已经 人大概可能是 半个小时前就已经没有生命机 首先找到的两名遇难者 是一对夫妻 为了尽快找到另外五名被埋的工人 救援官兵找来姚云华 了解他的工友们 在房间内的大体方位 根据姚云华的描述 他的七名工友 在他和周学金出去看电视的时候 有四人正在打麻将 另外一人在旁边观看 而那一对夫妻 则是在离麻将桌不远的床上睡觉 对此救援官兵推测 另外五人 就应该在刚找到的那对夫妻不远处 下午三点四十分 第五名被埋人员终于被找到了 三点四十五分 第六名被埋人员被挖出 三点五十二分 最后一名被埋人员也被发现 在这次搜救助 消防官兵克服了重重困难 尽管他们装备了现代高科技设备 但面对被泥土掩埋的被困工人 依然无法及时抢救他们的生命 在搜救工作展开的同时 他们也开始自考 到底是什么 夺走了七条仙虎的生命 究竟是什么 导致了此次滑坡灾害 暴雨之中山铁滑坡 七人遇难 究竟原因何在 外出武功 踏乡遇难 生死离禀 亲人们又该何去何从 2011年6月12日下午4点 龙岩市坎市镇田新村 上老安 滑坡灾害的抢险救援 已经基本结束 而早在当天中午12点度 龙岩市市委书记张建 市长黄小言等市委领导 在灾害发生后 立即赶赴现场 部署抢险救援 并要求气象 国土民政等相关部门 做好灾害原因的调查 和灾后遇难者家属的抚慰工作 6月13日上午 由龙岩市气象局 国土局等部门组成的 灾害原因调查组 来到上老安 灾害现场进行勘查 并对形成滑坡灾害的原因 进行了仔细的分析 相关的调查也好像有90%左右的话 是属于强降水优化的滑坡 据专家分析 作为此次暴雨中降水最多的区域 特大暴雨 致引发上老安滑坡灾害的重要原因 这个降水的话 应该讲是很少见的 就是说很异常的 降水强集中 而且就在那一个地带 汽水了以后 那个土层的话 一个是重量增加了 另外一个的话 也就是说里面的话 那个粘负力可能会 就会多接览 专家告诉我们 上老安背后的山体 在暴雨的侵袭下 地表土壤的海水量增高 重量加大 在暴雨的冲击 和重力的双重作用下 土层和下面的岩石层 出现了一层泥水混合的滑层 致使土层顺着山势 向下滑落 此外 由于安堂背后的山体 山势陡峭 山体滑下后 产生了冲击力巨大 随之下滑的树木 石块 土层 速度极为迅猛 瞬间将安堂吞没 看着被山体掩埋的安堂 高炳夫老人心中充满了悔意 如果当初不让他们住在这里 也许灾难就不会发生了 安堂背后的山体滑坡 跟修路有什么关系 专家族在刚听到高炳夫老人的话语后 并不在意 但是随着考察工作 一步步的深入 滑坡与修路之间的关系 也逐渐明了 植被受了迫害 那由于以水的虫刷浸泡以后 一段时间以后 它会发生松动 松动以后 它就会发生滑坡 实际上 满溪山区的植被覆盖率 达到70%以上 特别身位于永定县的坎氏镇 植被覆盖率更高 但是自从2009年 双永高速开始修建以后 高速公路沿线的植被 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致使大量土壤面 裸露在地表 每日强降雨 山洪 泥湿流 滑坡等自然灾害 就频繁地发生了 根据龙岩市地质灾害防止方案统计 在2010年 龙岩地区就发生地质灾害502几 其中滑坡就有459几 而在高速公路修建以前 滑坡大多是由于村民 小坡建房引起的 盖房子都是沿着边坡 削掉以后盖的 土壤时间以下的长的话 冲刷一下松动一下 房屋背后就会塌下来 但是安堂背后的山体 在修路工人们看起来 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灾害现场 也可以发现大量的树木和植被 那么此次安堂滑坡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人类工程活动的那个印象呢 你如果地层你没去动 它植被很好的话 也是不会的 经过专家对灾害现场的仔细研究 最后确定 虽然上老安背后的山体植被较好 但是高速公路的石工 造成安堂背后的山体松动 土壤出租 在强降水的冲击下 滑坡也就发生了 采取的一些钢架结构啊 水泥那个都有一些 然后再种上草 在那个按照它设计要求以后 在空的地方 有土质的地方还种上草 地质专家告诉我们 在修建高速公路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工程的后续设立工作 防止地质灾害的发生 据了解在6月11日到12日的 这场特大暴雨中 龙岩地区共发生9处滑坡 其中高速公路附近发生6处 幸幸的是 其他地方的滑坡灾害 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只有上老安的滑坡 造成7人遇难 而周雪金 姚云华两人 因为外出看电视 幸运地躲过了一场劫难 感觉一下子就撒掉一样 本来是大家在一起工友干活 突然就比火满了一样 6月14日 遇难者家属从湖北恩施 连夜赶到了龙岩石病一贯 为的就是看他们的亲人最后一眼 其中有一对夫妇 有一对夫妇 她家里总共四个人 这个又一个 她的这个 实在这个父亲呢 都是七十几岁的 再就是这个实在 又一个姑娘在读大学 这么夫妇啊 就去世以后啊 家庭就非常困难了 学生读书非常困难 在家里的老人七十几岁的 为人照顾 遇难的七个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 他们的逝去令亲人痛不余生 然而少有人注意到 这七个人都是外来务工人员 他们从2009年开始 就住在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上老案 换一个老板 他就搬迁了 他就转个人家了 转个人家 他可能是没地方住是怎么办 就搬到这边了 住宿环境危险 这是双永高速很多修路工人 居住环境的真实写照 其实要想避免类似悲剧的重复发生 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何改进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环境 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保护好我们的自然环境 这些都应该是此次滑坡灾害中 逝去的生命留给我们的深思 我安全是第一 钱赚多少还不要紧 生命还是最重要的 生命就是财产 双永高速公路还在继续建设中 预计在2012年年底建成通车 届时将助推包括永定在内的 闽西革命老区的经济崛起 但愿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依然能铭记此次灾害中 遇难的七名公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给我们的学习